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如注 没有 我刚还没讲完 我说当你反正心脏出现了问题 马上回你母校 坐三个钟头 感受一下风水 真的风水好 真的很多人来问 说我们华世大的几个教授 特别来问我 说你这两个老先生 怎么身体这么好 然后总结一些规律 其中一条呢 就是常常到那个长风公园 就是以前利挖利淡散步 他们不管怎么样 风吹雨打都散步 现在大概有点不行 但是怎么散步 还有一条呢 像我的老师呢 基本上一个人生哲学 就是少写 除非你一定要写了才写 人事的关系淡薄 不要去争 可是他们说这条也不管 因为另外一位徐忠玉先生 就非常有国有名 非常儒家的 所以儒家到家都可以活得很久 那我再给你补充一条 就是命大 就是你知道 这是过去讲的这个富贵 就是受命 这是你像周有光 你就说 他就是说啊 你比如他的命能大到什么程度 当年在重庆 他记得最惨的时候 他离开办公室 再一回办公室的时候 办公室已经被炸了 离开家再回到家的时候 家已经被炸了 包括他的太太就张允和 在重庆都亲身经历过 就是就是三个地名啊 他到甲地 刚离开甲地 甲地炸了 他到乙地 刚离开乙地 乙地炸了 然后呢 他再回到甲地的时候 就是丙地又炸了 就等于炸弹追着他 他们夫妻俩 一个活93 一个活112 你说他 而且他自己就说 命大嘛 现在人都说 这个周有光的这个学问 到底是个什么学问 因为他原本是经济学家 后来呢 有五几年的时候 强行掉到北京 就快50岁了 快50岁 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就让他搞汉语拼音方案去了 后来 他当时还不想去 但后来他想 他说 如果我还继续留下来 搞我的经济学啊 我也活不到今天 因为跟我一块搞经济学 反右 全自杀了 那些都自杀了 因为先批的 因为这个文革反右 那个时候 先批的就是搞这些资本主义 他搞的英美经济学 你就是这些吗 所以好几个同伴搞经济学的 都没活过去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 都自杀了 结果他呢 躲过一劫 所以你说 有的时候 命当然是一个 我们掌握不了的 少少人掌握的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 都告诉我们 这是基因嘛 你的基因里面 有一个东西 就是 就叫做 寿命基因 好像一个密码在那边 定时炸弹 看它是111岁炸 爆 还是11岁爆 对不起 你其他的什么 烟酒 运动 等等等等 当然是有帮助了 帮助你什么呢 帮助你活得在不在状态 可是假如你基因好的话 你一天抽十八奥烟 对不起 你可能肺会比较弱 可是你还是有可能活到97岁 就是那个 我们基因里面的那个密码 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人的寿命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就可以 三个不同的角度 你呢 讲的是这个运气 偶然性 他呢 讲的是科学 基因 这是没得讲的 我关注的是什么呢 这批长寿的老教授啊 他们长身体的时候 正好是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 这些人家里都有钱 吃得好 然后到了他们四五十岁 就我们现在该腐化 该乱吃的时候 他们碰到革命运动了 所以下乡干校去了 清淡得很 你明白吗 没得富贵病 没得富贵病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呢 他们是顺了 事业又顺 经济情况也顺 所以晚年老年啊 非常的健康 所以我呢 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所以你就 我还是从 我也可以从医学的角度讲啊 周有光活了一百一十二岁 你看他真是一个 圣约翰大学毕业的 他说我从来不信中医 他就是这种观点 他不相信 他有些观点很偏颇的 对对对对 不能完全都信 他不信中医 那么但是呢 就是中医照顾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这个身体健康 但是中医呢 确实老碰到这个挑战 最近 但是最近的挑战呢 不是来自于体制外 而是来自于体制内 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最近有个动议啊 正在咨询阶段 就扔掉意见 但是光这个动议呢 他们中医界就炸了 叫什么呢 我可以简单的跟你们说说 就是说啊 有一个中程药通用名称 命名技术指导原则 就是中程药起名 得改一改了 按说呢 我倒觉得挺支持他的这个初衷的 他就是说啊 中程药不应该采取 宝 灵 精 强力 塑效等用语 对吧 比如说风油精 你就中药 你就夸大 什么叫精呢 对吧 就建国以后动物都不准成精了 你还是公有你还精 然后以及什么预制啊 密制啊 等易美之词 避免暗示夸大功效 就是说意见稿提出 国家这个食药监督局意见稿提出 你看人家西药的命名 都是普普速速 对吧 中程药也应该科学明确简短 不能误导 避免使用声色的用语 一般字数不应该超过八个字 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 企业名称命名 也不应该用代号啊 不应该用谐音或者名人名字的谐音 而且呢 中程药应该避免这种暗示 避免什么暗示呢 比如说名称当中啊 不能含有降糖 降压 降脂 消炎 或者什么抗癌 因为你做不到嘛 是吧 照科学的标准 然后呢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按照这个意见稿的要求呢 风油精可能要改名 速效救新丸 也不能叫速效 云南白药含有地名 也应该回避 但是这样的话 成本就太大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 就大家查了一下 你才了解中程药的世界 中程药名声啊 里边有宝的 现在发现至少有693个 里边有零的 两千多个 精的676个 强力191 等等等等 合计需要5000多个 中程药的老名字 你都需要改 然后你再往下看 哎 啊 这就是说的 这个大家说的 中国人的名称啊 很有意思 这就是西安的一个旅游景点 然后呢 就是名和实的关系问题 你再可以看看 说新周刊列出了一些 这个中国是多少个名不符实 这个是桂林 象山 一个人造的旅游景点 叫爱情岛 但是有人把它说 这叫中国AV雕塑岛 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女 好像两个女的 男的做的就是女的 我说你们的想象力 也太丰富了 我看不到 长头发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成 亚当和夏娃似的呢 亚当夏娃也有个男的 一个女的 男的就不能长头发吗 那个时候 亚当那时候没发狼呢 大家想看 你看这就被认为是南京夫子庙 也被列为一个名不符实的一个景区 南京夫子庙 夫妻庙 这个原来叫卢州医学院 改名为赫赫的四川医科大学 所以大家就在说 从钟成耀的改名 一直说到中国大学的很多改名 你比如说老实讲 我一直多年以来 我就在说 我很喜欢 虽然我跟广院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是我很喜欢北京广播学院这个名字 我觉得你这名字才够牛 这逼格还高 你知道吗 非要叫一个什么北京 现在叫什么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我们家亲戚的小孩上去 我都听着名字 我都说是什么 那是个电大 我觉得就是像个技校 但是他们喜欢这么改 很多学校都这么改名 背后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的铁龙 因为只有在 老是跟博打交道 韦伯 还有韦打交道 跟韦打交道 你这名字也有意思 Max Weber 马克思韦伯说的 马克思韦伯 官僚铁龙 只有当把一切语言 化为一个可以被管理 被验证 被检查的语言 对于官僚来说才算数 所以什么等级是大学 什么叫学院 不管你的什么格都高 什么有传统 不要 我要因为要验证你 我要给你多少钱 博款 又博了 博款什么 那要可以验证的 这等于是说什么经 什么经 对他们来说不能验证 你这个成分是什么 你就说什么 像香港台湾一样 我们都知道那个经典的笑话 香港不是爱吃菠萝包吗 对 理论上 他可以不准你叫菠萝包的 因为没有菠萝 菠萝包是没菠萝的 对假的 根据香港的消费法规 前几年出的 气派消费者 像香港我们现在做广告 以前在报纸出了书做广告 可以出版社这样吹的 马家辉龙头凤尾是2017年最好看的小说 最受欢迎的作家 马上告你 马上政府会提醒你警告 什么是罪 为什么你是最好看 跟谁比 跟江小贤比 跟这些比 跟着马上要 因为罪 他就不能验证了 比方说我有朋友 麦宁宁 他学学 看风水 很宁的 广告宣传就不能叫 最宁验的风水师 谁能证明 加一个之一 所以什么什么 龙头凤尾是最好看的小说 可是我不服气 我真的是最 那你说 那你要说中药这个名字 比如我今天叫什么 慎保 这就是违反这个规定的 你为什么就是保 慎为什么就是保 慎保 这里边有保精灵这些字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说咱别扯远了 就是这个事情 你说风油精这名字改了 确实是不是不太合适 对 大家已经习惯了 有些这些已经习惯了 不过我说实在话 我倒是另外一个想法 我看内地的西药 我都不习惯 因为它全部是用翻译的名字 对 你去你去查查 你要我要有个感冒药 他就给我什么 拘一洗 丙安利 你去看一个什么 原子化学素一样 对不对 其实呢 我觉得香港这样挺好的 因为它香港 它就是一个品牌 你不要什么厂 那我这个厂里边 我会跟你说 我这个是 止痛丸 我这个是特效止痛丸 我这个是 不睡觉的止痛丸 对不对 大概你再说明 你搞很多 因为中国 这牵涉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中国的翻译啊 多年来喜欢直译 就是要忠实 所以译名 人民也是这样 都是用直接的 这个翻译的名称上去 在药方面 我是有点 我去买药的话 我到那里买药 我要买个什么药 我得请教 我看不懂的 我一定要问他 就是说 哪一个药 吃什么 以前里面什么白加黑啊 什么 我觉得这个蛮清楚的 就是诸如此类 太过宣传 宣传的离谱 误导 是不应该 但是简单明了 让人家知道 这个药 至少比方说 你是止痛的 你是退热的 你是降血压的 降血压的 或者是你是 诸如此类 或者说你是 肚子痛的等等 这些我觉得 应该告诉 这个 顾客 所以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 好像看起来 该管的没有管 像什么特强 比方说特强 子痛药 我不是说跟你比特强 我是跟我自己 我出了同一品牌 有三种 普通 强跟特强 这样比 你在文字上面 这样挑剔 我觉得怪怪的 反而该管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前几天 在杭州 去看沐昕美术馆 不晓得太冷了 干燥了 喉咙痛 那内地的朋友 给我买了消炎药 我说整个 弄个消炎药 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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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来 我正准备吃 可是我眼睛看不到 我说就我太太 就我看一下说明 他要我还要写作 因为在酒店 不能吃那种 有睡意的 结果在合体上面 他也没有 他也没写明 没写明 有没有睡意 也没写明 没写明有睡意 也没写明 没睡意 在香港都有了 然后呢 那个说明书上面 更恐怖 写着说 本产品经过多番实验 可是必须提醒 对于肝脏 有没有影响 对于肝脏的影响 有待确定 对于心脏的影响呢 有待确定 对于肾脏的影响 真的都是有上代 他不是有代 上代确定 我说你还没确定好 你干嘛敢出这种药出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就应该管好它 不是什么经 这个经 你说的是西药吗 西药 西药 我说的是西药 中药呢 当然了 更加容易 比中 比西药更加容易误导 因为它有很多 真的就是 比方我最搞不明白的 有个金 是脑白金 我们以前讲过 它又不是药 也不是补品 也不是甜品 它是什么 送礼要说 它是礼品 对对对 这是最好笑的 它是礼品 送礼就送脑白金 对不对 其实好像是一种 退黑素 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这种的 我觉得应该管管 对不对 但有一些好像 有一些已经成为品牌的东西 它能够这么几十年 一直消下去 老百姓也喜欢用 我觉得就是 像白花油之类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种应该尊重 不是所有学校改大学都是好的 MIT就不改大学的 麻省理工学院 谁要把它改成麻省理工大学 它照样排在世界的最前面 加州理工学院 对不对 但是我到从中 我也就发现一点 中国的人起的名字 还是汉字 因为英语不好 所以就要请教你们了 以我看 你某种程度上讲 有时候一些英语的词 我觉得它比较朴素 怎么说 没有很多的虚势 来是come 去是go 点头yes 你看 你发现中文 要不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 这种大国 有时候确实易美 很多话 确实说得非常虚 文学话 文学话 因为那是汉字 汉字本身有它的 来 come 还是go 咱们可能就是光临 对吧 这个里边 我有时候觉得 这反映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其实也有一点 虚头巴脑的东西 就是 这种美化 把很多东西美化 你比如这种什么 精 宝 你看为什么一发现5000种 这么多 你看相比之下 确实是 这个西药 就像你说的 它更像是一个科学 就是头包安便 对吧 青霉素 你看青蒿素 它也没有跟你说瘧疾灵 是吧 瘧疾一之灵 你要是个中药 他就喜欢 你觉得这个里面反映民族文化的东西 正好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的东西 你觉得 对啊 比方说你就讲一个金字 你说那个什么风油精 你想想这个金字 它里面内容太复杂了 它有好多方面 你看能离得开吗 嘉辉可能关心金子 对不对 其实金子是很晚的了 那是什么什么 有一个什么虎客 有一个荷兰人 在一六几几年 研究什么放大镜的时候 才发现 对不对 那是清代 在这之前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金子 但是知道这个香叶有用 这个东西有用 但是金你想 这个精神 这个在中国古文里一直都有的 左撰里就有这样的字了 它可以引到精神精华这方面 字根上去讲 它是米子旁啊 有一个最早的意思是 说它是小的好的米啊 小的米 单单这个字 你说我们现在今天 现在有人苛求 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个字 叫精神嘛 很多人把精神里面的这个金 跟现在那个金联系起来 就是全混乱了 你这精神焕发 憋经 你这人没有精神 这个缺乏革命精神 脑子里就全想到那个金了 今天是错 但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这个字里面 真是充满了误解 魅力也在这里面 也是 的确是魅力 完全搞错方向 该管的就是那种 不管西药还是中药 它的成分 它的说明 对不对 不是那些 除非那些名字 是有误导 可是金 我现在觉得 你得误导 我觉得管理思路里面 有一条是蛮值得意义的 就是不与怪力乱神 就是讲解放后 这个不能曾经 对 就是有一些公开的指引 电视剧的拍摄 什么东西 就是说鬼怪 这些东西 不可以出现在创作里 可是那你去看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虽然中国是儒家正统 可是在文学 文艺当中 神 鬼 这些东西 从来是一个 一个非常丰富的传统 砍 砍不掉的 这个就是解放前的 成精 就可以 所以你看 49年以后 全部不可以 所以你看 应用到国家这个药监局 这个也应该用这个逻辑 对吧 像风油精呢 它是解放前就成精了 但是以后新出的中成药 你不能随便成精 建国后的动物不能成精 这叫老精老办法 新进新办法 对 你不认为这个 成精也有一个门槛 30年 对 重庆 你比如说很多都是卡着这个 好比说据我所知 比如说青铜器 它的流通 实际上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 你这个新出土的 比如说建国后 你从坟里挖出来的 这个你在这个 国家退散 你在内地 这个私下流通 是不合法的 但是呢 你要是说建国以前的 流传有序的 就是它收藏 它收藏的 那个价钱就高得不得了 因为那个是合法的 规定可以流通的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建国以前的 它已经 建国以前的 它也是国有 但是它是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 我们不承认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可以 所以要当就当老妖精 新妖精 都是假的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这个明确实很重要吧 这个紫月毕也正名乎 就很多时候 家会你同意不同意这个 就是说明不正 言不顺 看你在哪个领域 我刚说对于官僚行政 当然是这样子 对于文字本身 那是一种美学 你称为好听的 暧昧的美学也好 你要有弹性的也好 比方说台湾 以前出现一个情况 说新竹米粉 不能叫米粉 说你其实米的含量 没有那么高 你是误导了 可是假如你用写字 用汉字来说 我叫一个叫米粉 我不一定是说 它全部是米 甚至我不一定说它是米 我用米的时候可以 我不用说米 好像白米颜色的粉 那就烦了 那汉字的美丽在于说 它方筷子米粉 看起来让我有吃米的感觉 有米的颜色的感觉 像米一样白色的 这样 那我觉得说 只要我的那个生产标签写明 要清楚告诉消费者 这个是什么成分 你不能告诉人家 我米粉是米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你要保留汉字的美感 那对于说官僚来说 这个对他来说不重要 因为他的钢位 不是为了保留汉字的美学 他的钢位在于说 不要那么多说 给我可以验证的 可以管理的 可以检查的 可以监督的 可以惩罚的东西 所以就把那个汉字的美学 全部去掉 名不正言不顺 当然有它的道理 但是现代的语言学呢 强调的是能指跟所指的关系呢 其实是任意的 就是说不是说能指就是这个符号啊 所指是指的大东西 比方能指就是杯子 那所指就是这个东西本身 但是完全也可以不叫他杯子 我随便举个人名来讲 曹宇原名叫温家宝 真的吗 曹宇叫 什么家宝对吧 他叫什么家宝了 不是温家宝 不是温家宝 我替你百度一下 是什么家宝 但反正是家宝 我那个上课的时候 就跟他 那干掉要件局 曹宇也不能用宝 然后我就说 你们能想象一个剧作家 这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家宝吗 大家都不能想象 但是你看总理 不是叫这个名字 照样我们对去很习惯 你看张爱玲 这个名字很熟很熟 对不对 他还是照样用 就现在的人认为 你一个符号 你只要用久了 就像我刚才讲 麻省理工学院 听上去很小吧 但是谁都知道他很大 曹宇也宵 万家宝 万家宝 你发音差不多 温家宝 都是污的这个音 万家宝 我试上课我未学生 我说你们能想象 中国伟大的戏剧家叫万家宝 大家都不能想象 那我说 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能接受 张爱玲这样的名字 为什么能接受总理温家宝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没答问题 张爱玲自己都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觉得我这个名字 好像是越是俗气 我还越是要这样用一下 对提醒我是老百姓的 这个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那另外嘉辉刚才讲那个管理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们为了管理方便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刀切 其实不能一刀切 雷神丸 这种啊 就是就是因为他用了久了 有些这种著名品牌 就不应该 六神丸 六神丸雷神丸 雷影上六神丸 他倒没包括有神 对吧 按说神也不应该用 对吧 神比 怎么叫六神呢 你还六个神 六神 中间迷信 我是想 其实这些用意是好的 问题是这种划分啊 应该有一些咨询的过程 就是不单是就是在网上这样 还是要有一些程序 就要有一些专家 语言学家 或者商业 因为他牵涉很多商业力 对 到最后人家 你改个名字 我就多少个亿去掉了 对啊 对啊 这家在改多少啊 对吧 所以还是老妖精就算了 老妖精就算了 对啊 有什么样的 我看看 还有什么 对啊 这种划分啊 是两划分这个 你以为这种划分呢 你以为自己也计划分啊